亚马逊财务表现优异,但股价为何走低? 大家好,欢迎收看GoMarkets盘后解析 Go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今天是2月4号,星期四,我是Eric ASS200指数今天下跌了55点 首跌在了6769点 今天能够逆势上扬的股票涨幅都不是很大 大家熟知的CSR表现还行 今天上涨了3.48%,售盘价在5.79 澳联署主席昨天的讲话对房地产公司的利多 继续支撑着CSR的股票上涨 今天跌幅最大的是ORG,下跌了6.55% 他们今天发布了公告,下调了收益预期 他们也解释了,说什么天气太暖 导致零售需求减弱,还有关税影响啊什么的 但是市场不想听,并且表示会降低股价预期 最终股价是收跌在了4.635 2月以来的原油走势是相当的猛 从月初的55美金每桶的价格一路上涨到了接近59美金一桶的位置 随着疫苗的施打量越来越大,需求也就逐渐增多了 比特币则是突破了33000到34000之间的区间 然后就一路上涨,现在来到了38000附近的阻力 然后遇到了阻力之后就开始了盘整 黄金和白银则继续下跌 分别来到了1823和26.5左右的位置 今天不想说太多的经济数据啊 只想跟大家跟进一下谷歌和亚马逊的财务表现 毫无意外的是相当的这个 谷歌的每股收益来到了19.24 亚马逊则是14.09 2020在给全人类带来苦痛与灾难的同时呢 也让这些互联网巨头们的头又大了一圈 至于他们的股价走势 首先是谷歌是暴涨了7.4%的 价格收涨在了2070美元 亚马逊则是受到了乔治贝索斯卸任的一个消息的影响 股价有所下跌 新任CEO Andy Jassy则是宣布公司的重心将会是在云计算领域 这一领域的发展是用无数的资金和聪明的大脑来堆砌的 因此也导致了一些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担忧 但我还是想说 云计算行业的巨头们搏杀激烈 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巨头们的拳脚所到呢 也是人类世界的未来 各位要记住 亚马逊的愿景是将所有的东西卖给所有人 而云计算则是实现这一愿景的基石技术之一 所以还是希望各位投资者们多一点耐心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将至未至的下一个时代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